不一樣的主餐搭配不一樣的酒品 不同的酒品搭配不同的酒杯 每一個環節都是環環相扣的 大家好 我是麥克老師 今天要介紹的是 餐飲服務秉級檢定的西式考題3061 這道題目所用到的區區都在上面 因為西式的料理它的食材非常的多樣化 相對的我們用的服務刀叉匙也會不一樣 再加上不同的食材也會配不同的酒類 我們的白酒杯一般來講 它會比較屬於細長型的 跟我們的水杯做比較的時候 可以發覺到我們的水杯其實是比較大的 許多的細節需要同學們多多的觀察 接下來我們請同學幫我們做示範 餐桌定位的方式 我們先用一手將方桌提起 順勢將方桌拉起 在架設完方桌之後 我們要清潔雙手並擦拭乾淨 接下來是鋪設方桌布 鋪設桌布的動作並不難 不過要常常練習 動作的時候就會優雅 接下來是餐具的擺設 分別擺在餐桌的四邊置中的位置 西式的考題會有兩組的菜單 接下來我們操作3061-1的餐具 餐叉擦擺設在展示盤的右側 沙拉刀放在餐叉的右側 田螺叉放在沙拉刀的右側 餐匙放在展示盤的左側 沙拉刀放在沙拉刀的左側 田螺夾放在沙拉叉左側 圓盤置於田螺夾的左側 奶油刀放在圓盤上右側 點心尺放在展示盤上方 同類別的餐具 同類別的餐具會對向擺放 接著擺放3061-2的餐具 餐刀擺放在展示盤的右側 沙拉刀擺放餐刀的右側 橢圓湯匙放在沙拉刀的右側 餐叉放在展示盤的左側 沙拉叉放在餐叉的左側 圓盤放置於沙拉叉的左側 奶油刀放在圓盤上的右側 點心尺放在展示盤的上方 接下來我們利用圓托盤運送酒杯及水杯 擺設的位置水杯定在餐刀正上方 擺酒杯擺設45度角右下 接著將口部、胡椒、鹽、花瓶送至方桌 胡椒、鹽、花瓶整齊擺放在方桌的中央 最後我們將餐椅逐一定位 並將餐椅的前側跟台部下水處切齊 完成後靜待平分 接著我們到公共的材料區取得水壺 便以著手使用服務金拖住水壺 開始服務茶水 您好 幫您倒水 服務順序由三號組兵開始 請記得我們在倒水的時候 份量約8分滿 接下來是口部的服務 您好 幫您攤口部 拆開來折成三角形 將口部放在餐椅的面上就可以了 我們回到工作台取得麵包欄及服務的擦食 上肩到公共材料區提取麵包 我們用服務的擦食取兩款麵包各四個 並徒手取得奶油運回工作台 轉移到我們的圓托盆上 進行口部的服務 您好 幫您派送麵包 服務的順序一樣先從3 4 2 1 接下來取得白酒之後 回到工作台後 我們將冰酒桶置於蓮花座上面 從冰桶取出白酒後 先以服務金擦拭瓶身 左手持服務金拖在酒瓶的下方 右手拿小圓盤到1號主人的後方 呈現給主人 您好 這是您今天所點選的白酒 風味濃厚 香氣十足 請您先試酒 那幫您上軟霧塞 在試酒時容量約為30到40ml 接下來我們移至我們主兵的右後方 進行口語服務 您好 幫您倒酒 在服務的時候請注意我們的酒標 要面向每一位客人 那倒酒的時候要倒到三分之一處 服務完畢之後 酒瓶帶回服務台 進一代平分 接著是回收我們的方桌備餅 依序先將口部收拾 並放回工作台 再依序將我們的餐飲 再依序將我們的餐飲 再來是麵包與奶油的收拾 那利用服務擦食甲取麵包 並徒手將奶油盒提起送回工作台 依序收拾我們的器皿跟酒杯 並回收酒水集體倒入服務台水桶裡 接下來我們要將餐具 恢復到我們的公共服務區 因為餐具的類別都非常的沉重 特別提醒各位 要注意我們長托盤的重心 接下來是葡萄酒、冰桶及水壺的歸位 直接運回我們的公共材料區 我們將口部跟服務金捆綁乘數 再前往方桌收拾方台部 並將所有的布金類上肩回到公共材料區 放置布金類回收筒 接下來我們要將方桌移置原定位處 最後是將工作台、台部的拆除 在過程之中桌群不可以掉落地面 長台部收集整齊後 利用長托盤預送回公共材料區 接下來是工作台的收拾 收拾工作台的時候 我們要務必小心、注意安全 收拾完之後 直接移回到我們的原定位處 靜待評分 最後提醒大家 在我們服務酒水或茶水時 千萬不要急躁 優雅的服務可以帶給賓客們 一次舒服的用餐體驗 我們會看到這個